這個是一個老的基數啦 大概六七十年前大概就發現了 可是它最主要的問題是 我們本來以為它只跟睡眠有關 對不對 所以印象中 可是後來發現說不對啊 越老推計數越低啊 那越老越低 有人就懷疑說 那你這算不算老化的部分呢 那我把你補充可不可以改善老化呢 結果還真可以耶 為什麼呢 因為目前所有的人體實驗 都跟你講一件事情 推計數可以對抗幾乎你所知的 所有的老化病 什麼叫老化病 三高是老化病嘛 你有沒有小孩子 八歲就是三高的沒有嘛 越老越多嘛 所以三高它可以對抗 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壓 然後它可以對抗一些老化的疾病 像骨鬆症 退化性關節炎 還有膽囊老化造成的胃口不佳 因為你那個膽囊老化 你就沒辦法收縮 不能擠出膽汁 所以你吃油的東西就消耗不良 所以老人家就越來越瘦 因為它營養不了 因為它消耗不了食物 甚至於它可以應付對抗 我們以前沒有任何藥物提過的 它可以對抗各種身體的纖維化 譬如說它對抗心肝肺炎引起的肺纖維化 它對抗米肝肌肺炎引起的肺纖維化 叫肝硬化 它也對抗你開完肚子之後 腸沾黏 那個是腸子纖維化 當然膽囊纖維化也是它對抗的部分 也是因為它對抗膽囊纖維化 導致膽囊有辦法恢復收縮能力 才能讓我們吃油的時候 能有足夠的消化能力 所以它是非常廣泛的作用在身體的大部分的器官 而且長期被我們忽略 比較討厭的是說 它的確會使得年齡而下降 推移基礎到底有沒有關生死 有日本人做了一個對裂研究 就找了一群人 他去追蹤從食物的攝取量 因為有些食物裡面有推移基礎 他從攝取量去看一下 到底哪一些人的推移基礎掉下來之後 會不會影響他的生存率 答案是會的 所以你推移基礎攝取的越低 因為你越老自己就不夠 那你攝取又不夠 這些人就死得快 所以對我來講 只要影響到存活率的都值得重視 醫療上最終就是生死 生活品質跟住院率 這三個才是硬質標 那其他什麼腫瘤大小 血脂高低 血糖高低 其實相對來講都沒那麼重要 對我腎瘤大小 為什麼我研究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腎瘤大小 有些疾病我們是無法治療的 台灣造成尿毒症最小的原因 叫做糖尿病 因為一個糖尿病 造成了一半的尿毒症病人 所以他是尿毒症最大的股東 對不對 持骨力50% 所以當然是最大股東 可是目前大家也都知道 糖尿病腎病病是不可能根治的 他隨著蛋白來增加 他最後就走到尿毒症這一條路 可是在研究裡面就發現 腎瘤大小可以對抗糖尿病腎病病 你就不見得要一直看著 你的腎臟一路走 顯微蛋白尿到巨像蛋白尿 到最後腎衰結到開始洗腎 就沒有那麼悲觀 那他也對抗一個台灣沒有那麼多 可是美國人可能收回更多的疾病 叫做肥胖引起的局部腎絲球硬化症 他這個是由肥胖之後分泌太多的發炎因素 導致於腎臟開始壞掉 開始局部硬化症 以前在美國如果噴到這種情形 大概能祈求的就是減肥 或者是把胃割掉 看看能不能降低他的肥胖 然後能緩解他的局部腎絲球硬化症 然後後來發現退醫技術也可以對抗他 讓他腎臟不要再繼續的惡化發炎蛋白尿 他有降低體重的效果 當然也不要太誇張 大概兩公斤左右 另外一個部分 他是一個很廣泛的腎臟保護劑 已經知道說我們像化療藥物 包括從順薄到MTX 這些化療藥物引起的腎損傷 會被他抑制住 然後我們的抗生素 像所謂的AMIKIN 這些抗生素 它引起的腎衰竭也可以被他抑制 止痛藥像普拿藤 以西安芬引起的腎衰竭也可以被他抑制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腎臟保護劑